你对TF版第一印象是什么? 是一杠一关卡就出现的狗头豌豆射手 是扛着旗帜的大法师僵尸 是能让啃食他的僵尸冰冻击退的极寒坚果 是失去报纸后快如闪电的独暴僵尸 是能对全屏僵尸造成不同效果的欧环三叶 还是受到攻击能无限召唤小丑僵尸的巨人僵尸 大家好,我是一生 一个天天跪求三连的卑微UP主 因为挑战一杠击关卡的通关力只有二十分之一 一生萌生的介绍TF版具有代表性的六种植物和六种僵尸 观众老爷们一起来看看吧 首先是僵尸片 第一位,大法师僵尸 扛着旗帜的大法师僵尸 可以把前方四格的植物往自己方向吸并造成持续伤害 第二位,狂暴五王僵尸 狂暴五王僵尸不仅能碾压所有植物 而且召唤出来的五半僵尸也可以碾压所有植物 第三位,智慧矿工 矿工僵尸会在第三点五格钻出来后换航直走 如果是被磁力吸出来就不会换航 第四位,巨人僵尸 巨人僵尸受到攻击会不断的召唤小丑 是不折不扣的防线毁灭者 第五位,独暴僵尸 当独暴僵尸失去豹纸后 前进速度比闪电还快 仍然植物完全反应不过来 第六位,投篮僵尸 快消息,TF版投篮僵尸的伤害提升到100万点 攻击频率0.15秒一次 好消息,投篮僵尸只携带了三个篮球 亲爱的观众老爷们 能不能给一生一个免费的赞作为鼓励 最后是植物片 第一位,欧环三叶 欧环三叶能对全屏的僵尸造成八种随机效果 分别是冰冻,减速,黄油,魅惑,吹飞,换航,隐身,击退三格 第二位,窝瓜 TF版窝瓜伤害提升至100万 第三位,极寒冰瓜 TF版极寒冰瓜射速5秒 能造成范围冰冻效果 死亡后对全屏僵尸造成冰冻效果 第四位,1437大帝 1437子弹拥有穿透效果 并能对僵尸造成增伤 第五位,极寒坚果 极寒坚果对啃食汤的僵尸造成冰冻、击退 并对僵尸的防御造成巨大的伤害 第六位,全息卷心菜 全息卷心菜攻速1.5秒 投出厨余米炮的全部随机子弹